《礼佛大忏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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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懂吗?这句叫小忏悔 听得懂,好的好的,明白,谢谢 有很多佛友也许会问 在念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 应该怎样念诵 或是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念诵经文呢? 下面让我们来听几段相关的开示 念礼佛大忏悔文时 磕头跪拜后面三十五尊佛 功德会上升 选自《悬疑问答》2015年12月27日B的节目 就是昨天现在同学们都在传 就是师父在灵异会上开示礼佛 前面五十三尊佛在念的时候 要带着尊敬的态度念 从拿摩释迦牟尼佛开始 如果坐着念的时候 要身机功拜 如果能够做到更尊重 更灵的呢 就一定要磕头跪拜 因为后面三十五尊佛是功德佛 你们跪拜他们 他们会上你的身 还有灵的 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吧 是这样的啊 从释迦牟尼佛开始 这三十五尊佛 就是叫功德佛 他们说功德佛 金刚不外佛 宝光佛 伦真王佛 金金君佛 金金喜佛 保佛佛 保月光佛 他们这些全部都是功德佛 所以这些呢 你最好磕头 如果你坐在那里呢 你就点头 这是这样的 所以这些功德呢 会慢慢上你身的 会忏悔的 前面呢 那个菩萨呢 那么多呢 那个五十三尊呢 主要是有尊敬 忏悔的心意 来跟菩萨讲 明白吗 所以就要分成两个部分 前面五十三尊 佛呢 主要是忏悔 忏悔你自己的业照 让菩萨能够理解 能够同意 化解你的愿解 到了后面呢 三十五尊的时候呢 就是化解了自己愿解之后 是不是要洗一洗啊 是不是要让菩萨的功德 给你身上加点能量啊 那么就是后面开始的呀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从前面五十三尊 就是咱们普光佛开始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谢谢师父 此地开始 有感恩心 才能增强忏悔心 选自 悬疑问答 2015年 10月18日 A的节目 让师父讲 就是这个念礼佛了 就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同修念礼佛的时候 就是照着念 经理也知道 自己做错了很多事情 但是经理一直 没法升级 条例的忏悔心 那怎样才能拥有忏悔心 增加忏悔心呢 忏悔心 至少要有感恩心 才会忏悔 没有感恩心 你哪来忏悔心啊 对不对啊 你要对峙的呀 对 你这个人 没有忏悔心 说明你觉得自己是对的 我对的 我老婆今天 还这样 我对的 我就打她的怎么样 我对的 你首先要感恩啊 对不对啊 天天都把你弄啊 弄啊弄啊 把你孩子养了这么大 把你家弄得这么好 照顾你这么好 你产生感恩心的话 你当然才会忏悔啊 你不敢感恩老婆的话 你怎么会跑过去 还有老婆我忏悔啊 可能啊 就是忏悔你是假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这就是我福利开始 礼佛大忏悔文 不单是忏悔 还要许愿 行愿 选自 悬疑问答 2020年 8月23日的节目 有一个佛友 他说今天早上听到这句话 愿力如隐情 不用的话会生锈 作后在上班路上 弟子念 礼佛大忏悔文 差不多快结束的时候 听到 你听不到一句话吗 你知道礼佛大忏悔文里 有几个院子吗 里面的院子代表 些什么意思吗 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他听到这句话 就是跟他说 礼佛大忏悔文 你不是单单的忏悔啊 你没有愿力的呀 哦 愿力啊 就叫他要 叫他要许愿呀 嗯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听到这句话 证悔文 不得了的 这个经文里面 愿力很大 大忆普遍 不在的愿力 都在里面啊 对对对 是是是 嗯 那师父 您之前开始过 念礼佛 有忏悔的心 那这种 行愿的心 怎么表达呢 师父 您开始一下 师父念礼佛 你要啊 行愿 一边做呀 一边表达 我问你 你们在做三十的时候 念经不叫做行愿吗 对对对 是的 是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你正在度人的时候 人家在讲 你在别人上念经 你不在行愿啊 或者 在讲 啊 比方说 马上要开讲了 开讲之前 你不断的念经 你一边在擦苹果 啊 布置舞台啊 啊 再不放板凳啊 给人家做饭啊 一边念经 不叫行愿啊 对对对 对对 师父 真是 明白 师父 你讲的这个行愿 动用啊 有的人说的很好 跟菩萨讲的很好 他不去做 那 嗯 没有什么用啊 师父 对呀 就像一个人跟你说 哎呀 我一定哦 老实啊 我一定改哦 不改 有什么用啊 嗯 对对对对 谢谢师父 忏悔是最重兴起 将心忏 对不对呀 哦 听说 你最重兴起的呀 你所以要忏悔你的心呀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明白了 在念诵 李佛大忏悔文之后 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 自己忏悔 有没有用 业障 消掉了没有 下面 让我们来听听 卢台长 告诉您 这个问题的答案 如何判断 忏悔 是否成功 选自 悬疑问答 2013年6月21日的节目 师父 一般算忏悔的话 我们每天念 佛大忏悔文 或者是用心的忏悔 如果没有明显梦境提示的话 怎样知道自己忏悔的是否成功 很简单 心里感觉舒服了 感觉对某一件事情 我觉得舒服了 那就是忏悔成功 如果忏悔完之后 还是觉得亏欠他 对不起他 那就是忏悔 没有成功 好了 哦 是这样 好 我明白了 师父 或者是 如果有一部分 舒服 一部分不舒服 就是忏悔 还不够彻底 对了 那就一部分忏悔好了 还有一部分 没有忏悔好 哦 师父 还有的时候 我们念李佛大忏悔文 可能就只是念 就是有时候 我们并不是为了 某一件事情去忏悔 而就是每天饭饭的 做功课的这样大忏悔文 这样怎样知道 每天念的是否 就是忏悔 那很简单 你每天你总有做错事情 你就是走路 在草里踩了一下 把蚂蚁踩死了 你也要忏悔的呀 哦 那你说你每天 你拿一个念头出来 不正规的念头 你说你不忏悔啊 嗯 好了 谢谢师父 师父开示 末法时期要多忏悔 有的佛友也知道自己业障重 想多念礼佛大忏悔文 那每天最多可以念几遍礼佛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想夜消得快 礼佛大忏悔文可以多念 最多念多少遍 选自悬疑问答 2020年8月23日的节目 师父上次问答开示 末法时期礼佛要多念 比如身体经常痛 烦恼想不通的话 礼佛要多念 那请问师父 这个是不是具有普遍性的 有的 想不通的人 就是因为有业障 有业障就是因为 你没有忏悔 这个人忏悔了 你就没业障了 忏悔一定有业障的呀 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 那这个的话 最多每天多少遍 能超过七遍吗 师父这个 你如果想超过七遍 现在可以跟菩萨讲 我因为要销某一个债 某一个业 我现在一天念二十一遍 现在末法时期 菩萨广开普度 所以为了让自己的业销得快一点 现在可以多念了 但是只是念基本数 还是七遍到九遍 不能超过 但是呢 如果你有特别所求 跟菩萨讲一下 你可以念到二十一遍 嗯 好师父 那这个的话 他每天如果特殊情况 二十一遍的话 他能持续念多久呢 这个 你一直求呀 哦 直到那个事情 一直求就可以了 没关系的 如果你觉得激活了 那你就赶快再减少下来啊 明白了吗 然后再销小房子 嗯 因为会激活的 你小房子跟不上的话 你明白了吗 嗯 明白明白 希望大家都能够情忏悔 多宵夜 来日共聚心灵净土 以上就是今天的专题 关于礼佛大忏悔文 第二集的全部内容 感恩您的聆听